《水浒传》连环化 第28集破辽国徒劳无功 话说宋江 卢俊义率领军马征辽 这日将近辽军占领之处 无用献策说 北方地广仁西 若分兵攻打 势必首尾不能接应 不如专打他几座城池 他必然和兵来救 那时在相机全奸 宋江点头赞同 当晚扎营 宋江 无用换来熟悉北方地形的断井柱 让他坐向导 并让他将前面周线地势 一一报名 宋江听罢 便命带宗去催促三软 李俊等水军头领 星夜把战船驶向陆水 和陆路人马取齐 沙奔潭州 镇守潭州的四员藩将 都是辽国洞仙侍狼手下的猛将 阿里奇 瑶尔维康 楚明玉 曹明记 四人听说宋江引兵前来 急忙商议对策 他们一面派人伸奏郎主 一面向所占领的临近记 罢 捉 雄各州求救 同时 由阿里奇 楚明玉两人带兵出城 准备迎敌 宋江 卢俊一大军已来到潭州所属秘云县 前部先锋是大刀官胜 宋江传令在秘云县城外扎营 次日 宋江传令诸将 出马交战 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 黑洞洞的遮天蔽日都是造雕旗 双方立柱阵脚 只见对面走出一员辽将 声得十分凶猛 乃是阿里奇 宋江镇里 金枪手徐宁纵马出战 直取阿里奇 二人抢到该心 斗了三十余和 阿里奇枪法是猛 徐宁抵挡不住 回马往本阵便走 阿里奇紧追不舍 梅宇见张青飞马出阵 从锦带内取出石子 照阿里奇面上打去 阿里奇不曾防备 阿压一声 翻落马下 花容 林冲 秦明 所超四江骑出 抢到阵前 将阿里奇连人带马一同捉拿回阵 阿里奇因石川眉骨 不久即死 却说辽军副将楚明 遇见阿里奇被擒 正要向前抢救 却遇宋江大队军马掩杀过来 辽兵弃了密云县城 向潭州逃去 宋江不叫追赶 传令在密云县扎下大营 随即论功行赏 功劳不上 继上张青第一功 并将阿里奇的连环宾铁铁铠 出白梨花枪 银色拳花马以及弓箭等物 督赐给张青 次日 宋江传令大军直奔潭州 兵抵城下 辽军主将冻仙侍郎紧闭城门 不敢迎战 冻仙侍郎绿重番将上城楼向宋营观看 只见宋营猛将 摇旗呐喊 向城上挑战 楚明玉指着城下的张青 告诉冻仙侍郎 他就是用石子将阿里奇打下马的那蛮子 冻仙侍郎探着头顺着楚明玉的手指观看 张青在城下去准了他 说石池 那石块 手一扬 一个石子飞了过去 冻仙侍郎惊叫一声 那石子搜的一声从他耳边擦过 耳轮被擦破一大块 冻仙侍郎即带众人下城 加紧防备 宋江等在城外挑战 一连三五日 不见辽军出战 只得回到密云 何无用记忆破敌之策 这日 代宗来报 各路水军头领已驾战船来到 宋江急船李俊 三软等来商议 众人议定将战船进兜半成运粮船只 暗藏伏兵 停在潭州城外 等敌人前来抢粮 急出伏兵夺塌水门 那时水路并进 可取大胜 李俊等领令去后 又有小孝来报 西北方向约有一万多辽兵 打着造雕旗 向潭州增援而来 宋江急派官圣 张青 董平 林冲各领五千军马 前去迎击 辽国援军由郎主的两个皇侄 耶律国珍 耶律国宝率领 这兄弟俩都有万夫不当之勇 此时两军排开阵势 耶律国珍挺枪跃马 和双枪将董平交战 斗了五十回合 耶律国珍有些慌乱 枪法稍慢 董平上前一手将他的枪逼住 一手挥枪朔在他脖颈上 耶律国珍落马 耶律国宝一剑 便抢到阵前来就 这边张青飞马上前 手一扬飞出一颗石子 耶律国宝面中石子 翻身落马 官胜 林冲领兵眼杀上来 辽兵无主 东西乱窜 只一阵 杀散辽兵万余人 盔甲兵器 遍地都是 当下众人将夺得的战马 一千余匹 兵器无数 连同两个翻江的首级 带到密云向宋江报功 宋江大喜 备伴酒肉 赏劳三军 宋江建此时 敌方援军被劫 城内空虚 即令卢俊逸 官胜 林冲 忽炎卓等大将 领兵当夜从东南 东北 西北三个方向 进取潭州 又令李逵 梵瑞 梵瑞 豹絮等与炮手 临阵 排手 李滚 向冲 率领一千刀 排手直到城下攻城 配合李俊等水军头领 水路并进 洞仙侍郎在潭州困守待员 忽然耶律兄弟的战败人马逃入城中 洞仙侍郎听说 郎主的两位皇侄一起丧命 大吃一惊 小孝来报 宋军又来攻城 还说在陆水河内停有六七百艘运粮船只 洞仙侍郎急派瑶尔维康出城交战 并派楚明玉 曹明记由水道去截留宋军运粮船 黄昏时分 李逵 梵瑞的人马来到城下 辽将瑶尔维康引兵出城 却被离滚 向冲的刀牌手在吊桥边堵住 城上射下箭来 都被刀牌手用牌遮住 报序又待人在后边呐喊助威 宋军虽然只有一千人 却像有万余人的气势 洞仙侍郎见军马冲不出去 急令楚明玉 曹明记等开水门 使出战船来抢宋军粮船 炮手零震见了 立即点起了信号炮 炮声响触 两边伪装的运粮船一起出动 左边李俊和张衡 张顺 右边阮氏三雄 冲入辽军的船队中 楚明玉 曹明记抵挡不住 带要回船 却见这边水手兵士都抢过船来 辽兵一见 纷纷跳水逃走 楚明玉 曹明记见事不好 也弃船逃命去了 水军头领抢占了水门 放一把火 领震见了 右连放几炮 吓得辽兵魂不附体 只顾暴头逃命 岸上李逵 樊瑞 暴絮等领兵直杀进城 洞仙侍郎听见炮响 见水门火起 知道不好 又见宋军从各处城门杀了进来 只得和姚尔维康一同上马 弃城逃走 宋江引大队人马入坛州 一面出榜安抚百姓 一面写表深奏朝廷 将府库粮士财博取出 半数解送入京 留下一半发放给贫苦基民 徽宗文奏大喜 急派钦差东京府同之 赵安府统领二万御营人马 前来奸战 还带来金银筹断二十五车 犒赏全军将士 宋江等败谢 随即请赵安府镇守潭州 却说那洞仙侍狼 与姚尔维康逃出潭州 正往东走 恰于楚明玉 曹明记等也在逃命 他们收拾败残军马 一同逃入冀州 宋江何无用记忆 下一步攻打哪个城池 杨雄因是冀州人 地理熟悉 便向宋江献策说 冀州是个大郡 物产丰富 宜先攻取 宋江何无用赞同 决定兵分两路 攻打冀州 冀州首江市 辽国狼主玉帝大王耶律得众 他正在向洞仙侍狼 询问宋军情形 忽见探马来报 宋军分两路攻冀州 一路已到玉田县 一路正向平玉县杀来 耶律大王急命洞仙侍狼 领兵前去把住平玉县 耶律得众又患部下总兵大将保密圣坚守纪州城 自己亲率四个儿子 宗云 宗殿 宗雷 宗林和副总兵天山勇飞奔玉田县来 宋江亲自率兵攻打平玉县 卢俊义引兵攻打玉田县 先说卢俊义携同神机军师诸武等来到玉田城外 瞥见耶律得众的军马已先到了 并列成阵势 大刀官胜出马 耶律宗云来迎 两人斗不上五个回合 耶律宗林拍马前来协助 忽言拙见了 举双边迎住 那边宗殿 宗雷一起出阵 索抄 徐宁出马迎战 八个人在阵前分四对而厮杀 梅宇见张青悄悄驰往阵前 早被认识他的辽兵看见 急报与耶律得众 副总兵天山勇听了 纵马出阵 躲在仲江身后 摸出暗器一点有铁剑 要射张青 张青也瞅见了天山勇 忙将石子打去 不料石子从番将头盔上擦过 天山勇的铁钢剑已射出 正中张青咽喉 张青哀悠一声 翻身落马 董平 使劲 解针 解宝等一起上前 将张青抢回 卢俊逸见张青受了重伤 急命邹润 邹渊扶张青上车子 送回潭州请神医安道全医治 卢俊逸无心恋战 急命中将撤出 不料四个番将 成胜紧追不舍 这时辽兵又变了阵法 及起人马翻江倒海式的杀来 把宋军隔断 彼此不能就应 傍晚 那四元番将恰巧遇着卢俊逸 卢俊逸单枪匹马 力战四将 全无半点聚色 约斗了一个时辰 卢俊逸迈个破绽 耶律踪灵挥刀砍来 卢俊逸大喝一声 将他刺下马去 那三个小将大吃一惊 无心在战 拍马去了 卢俊逸向南走去 又撞见一标人马 因此夜越黑 看不清是何处人马 听声音像自己人 便冒叫一声 才知是忽言拙 二人合兵一处 路上又遇官盛 董平 徐宁 说是辽军已从御田县撤退 卢俊逸带领大队 军马进了御田县城 此时天已大量 杀散的各将领陆续领兵回来 卢俊逸大喜 传令抚卫三军和百姓 当晚 军士们正要收拾安歇 小笑来报 辽兵把县城围了 卢俊逸大惊 引了燕青上城看时 只见一片火把 将城外罩的通亮 燕青一眼瞅见火把前面一员小将 再指指点点 燕青暗想 我要替张青报仇 他取出弓弩 一箭射去 那小将翻身落马 原来他是耶律宗云 辽军大惊 仓皇退至五里之外 卢俊逸又同众人商议如何解围 军师诸武说 宋江若得知这个消息 必然来救 那时里应外合 可将辽兵杀退 众人挨到天亮 忽见东南方尘头扬起 果然是宋江的军马到了 卢俊逸立即传令 大开四门 所有兵将 出城杀敌 辽兵见两处人马眼杀过来 敌挡不住 只好四散逃走 两军会合一处 宋江和卢俊逸商定 立刻点起军马杀奔冀州 却说辽国御帝大王自责了两个孩儿 心中烦恼 这日正与大将们商议军情 呼见小孝来报 宋江军马已到冀州 便派天山勇 宝密胜出城迎战 宋营中临冲出马 和宝密胜斗了三十余和 不分胜负 临冲杀得兴起 大鹤一声 一毛戳在宝密胜邪下 把他抛下马去 天山勇大怒 横枪出阵 徐宁挺枪来营 斗不到二十来河 徐宁手起一枪 把天山勇赐死 耶律得众文报 十分惊慌 命动先侍郎领江出战 摇尔维康先出马 宋营中所超恢复营柱 二人也不通姓名 走马交锋 摇尔维康斗了几何 心中未窃 拨马翔走 所超纵马赶上 手起腐落 把摇尔维康劈成两段 洞仙侍郎大惊 急命楚明玉 曹明记上去抵挡 二人只好勉强上阵 宋营中九文龙使劲拍马五刀 来战二将 二将哪里抵得住 站不到两河 使劲手起一刀 将楚明玉砍了 曹明记急待逃走 又被使劲从后面赶上 砍下马来 使劲趁势纵马 杀入了敌军阵内 宋江建了 鞭烧一指 驱兵直入 杀到吊桥边 辽军拉起吊桥 那些未能上桥的辽兵 都淹死在护城河内 宋江河无用记忆 趁机传令 连夜攻城 却说石秀和石谦二人 在城里埋伏多日 二人见宋军攻城紧急 便暗暗商量放火做内应 石牵去宝岩四塔上 点起一把大火 石秀混入周牙内 也点起火来 顿时城中烈焰腾空 百姓 军事一片慌乱 哪有心思守城 耶律大王建城中几处起火 知道宋军有人做内应 急忙收拾军马 带了全家老小 弃城从北门逃走 宋江大军趁乱杀入济州城 宋江传令 急速将火扑灭 出榜安民 石秀 石牵二人来见 宋江大家免卫 记下二人功劳 赵安府听说占了济州 也派人来祝贺 却说耶律得众和洞仙 侍郎仓皇逃出济州 回到燕京 将笋兵折将情形 一一向郎主哭诉 郎主忙与众大臣商议御敌之策 群臣中走出一位官员 名叫欧阳侍郎 他说宋江等梁山好汉 武艺高强 不义战胜 他们虽降大宋 但受朝廷奸臣嫉妒 不会受到重用 不如许以高官厚禄 劝他等来将 如郎主允诺 他愿去劝降 郎主准奏 欧阳侍郎携带马匹 彩带 金箔财物 来到宋营 宋江和吴用将他营至堂中 欧阳侍郎要宋江秉退众人 只和宋江 吴用说明来意 还特别提到宋江等归顺朝廷之后 并未受到重用 对他弃宋头聊 宋江收下礼品 假作欢喜 请侍郎赞回 说是现今天天气炎热 全令军马休战 等秋凉后再做商量 宋江送走欧阳侍郎后 与吴用商议对策 吴用长叹一声 低头不语 原来吴用觉得欧阳侍郎的一番话很有道理 他试探地向宋江说出他的想法 却被宋江驳回 无见宋江如此忠于朝廷 不好再说什么 二人商议 决定将计就计 等天良后混入霸州 骗取一座城池 转眼一月有余 这日欧阳侍郎又来拜见 催宋江早下降聊决心 宋江推说卢俊义不肯降聊 必须借坐城池 避开卢俊义 朝见郎主 若卢俊义来追赶 也好带兵和他厮杀 欧阳侍郎深信不疑 让宋江进驻霸州 欧阳侍郎走后 宋江和吴用计议调拨人马 当下决定 林冲 花容随宋江跟随欧阳侍郎进驻霸州 吴用带领鲁至身 武松等去取文安县 卢俊义率领人马在后接应 次日晚 欧阳侍郎来了 他告知宋江 一切安排妥当 请宋江即刻随他去霸州 宋江带领事先分配好的 15位头领和万鱼军士 跟在欧阳侍郎的数十骑人马后面即行 走了一程 宋江忽然勒住马叫苦 说是走得仓促 未曾等候军师无用 他请欧阳侍郎通知易经官 文安县两处守将 如无用随后来到 可放他过关 欧阳侍郎应允 前面已示易经官碍口 欧阳侍郎喝叫开门 官上将事件是自己人 开关放行 宋江的大队人马 不费吹灰之力 过了易经官 天将破晓 宋江等随欧阳侍郎来到霸州 守城大将辽国皇后的哥哥康里定安国舅 他听说宋江来将 便传令宋军兵马在城外驻扎 将领入城相见 并派人出城迎接 宋江等来到帅府 定安国舅将接相迎 善言抚慰 设宴洗尘 并命杀牛仔马 赏牢归顺的宋军 再说无用和鲁志申 武松重将来到文安县 无用上前叫道 我是宋江手下军师 来迟一步 被宋军追赶 快放我进关 官上兵将早听了欧阳侍郎的吩咐 立即开关 放无用进城 无用刚进关来 身后鲁志申 武松等一拥而上 杀了守兵 夺了关口 接着 卢俊逸带大队人马沙奔前来 站了文安县 无用飞马奔到坝州 来见宋江 欧阳侍郎和宋江出城接住 无用说 大事坏了 我来时被卢俊逸发现 他带兵在后追赶 现在已将文安县承夺了 说话间 探马来报 宋军从文安县开来 要取坝州 定安国舅和宋江等上城观看 建议标人马 正向坝州杀来 定安国舅连忙点兵 准备出城迎敌 宋江忙上前说 他愿劝说卢俊一归顺 如果劝说不成 再和他交战 定安国舅应允 不一刻 卢俊逸来到城下 他横刀立马 口口声声要宋江出来答话 宋江劝卢俊逸降聊 卢俊逸哪里肯听 只叫快开城门 决一胜负 宋江大怒 喝叫开城门 林冲 花蓉 朱泉 沐红四元大将 一骑冲出城去 卢俊逸越马上前 抵住四将 占了二十余河 四将拨马回头 望城中便走 卢俊逸把枪一招 后面大队人马 一骑杀来 林冲 花蓉在前把铸吊桥 放卢俊逸等杀入城去 定安国舅与欧阳侍郎等 各个束手被擒 宋江传令将定安国舅 欧阳侍郎等辽国将领压来 宋江叫他们做了 说明自己并无杀害之意 可以放他们回本国 只是今后不许再兴兵侵犯大宋 定安国舅带着几元败将 狼狈到燕京 向狼主诉说骗之事 狼主大怒 要把欧阳侍郎斩首 国舅替他说情 欧阳侍郎才免于一死 这时副统军贺重宝站出来奏称 愿领兵杀敌 以报仇 狼主准奏 贺统军当即来到幽州城中 点起军马 分座三队 二帝贺差率领人马去打罢州 三帝贺云去打冀州 自己守在幽州 他让两个兄弟都不要打赢 指阳书诈败 将宋军引入幽州境界 自有杀敌之际 此时卢俊义仍回冀州镇首 宋江闻说辽兵又犯冀州 便亲率人马前去驻站 走到半路上遇见贺差 交战不到三合 贺差败走 宋江不去追赶 静自到冀州和卢俊义会合一处 商议攻打幽州之策 吴用和诸武都认为辽军分兵前来 不战而退 必是诱敌之际 卢俊义却不以为然 宋江遂将两处军马分座前后二队 向幽州开发 呼见探马来报 前面有辽军拦路 宋江至军前看时 只见山后转出一标造骑军来 为首一员大将 跃马横刀 好不威风 大刀官胜拍马五刀来迎贺仲宝 斗了三十回合 贺仲宝往本阵便走 官胜纵马追赶 宋江也趁机指挥人马 一起追杀过去 宋军赶了四五十里 呼听四下里战鼓奇响 宋江急叫回军时 左右两边 撞出两只辽兵 前面贺仲宝又回军来拦住 三面夹击 把宋军人马结尾两段 卢俊义领兵在后面厮杀 不见了前面的人马 正要回军 呼听四下里杀声连天 辽兵围了过来 把卢俊义的人马围在该心 卢俊义指挥重将 左冲右突 寻陆突围 此时天色已晚 空中阴云密布 黑雾遮天 不遍路径 卢俊义带领重江和五千兵士 杀到二更前后 才突出重围 众人看时 此处四面近视高山 左右悬檐绝壁 卢俊义指得教大家全歇一夜 天明在寻规录 却说宋江见人马被截断 急忙指挥众将拼命杀出重围 退到一座山下 祭典人马 绍了卢俊义等十三名将领和五千兵士 宋江教人把运粮车调挤起来 暂坐债诈速赢 次日 宋江插林冲 秦明 官胜等待人四下里寻找卢俊义 找了一天 毫无消息 宋江放心不下 派解针 解保兄弟伴坐猎人 到深山去寻找 又派石涌 断井柱 十千等分头外出 探听消息 解释兄弟在深山中寻找了一日 不觉天色已晚 二人又寻了几个山头 见四也不见人烟 远远望见山边有一点灯光 两人迈开大步 走到有灯光的去处一看 见是三间茅屋 二人推门进去 见有一位老婆婆 二姐先拜 然后向老人家借助一夜 老婆婆欣然应允 正说话间 两个年轻猎人 抬着一只张子进来 二姐知道这两人定是老婆婆的儿子 便失礼相见 二猎人便和他攀谈起来 解释兄弟见他们不是辽国人 又确实是诚实的猎户 便说出自己是归祥大宋的梁山好汉 如今争辽到此 要寻找失散的军马 刘家兄弟便将此处地形向二姐做了说明 二姐立即拜祠刘家兄弟 连夜回营 向宋江报告打探到的消息 宋江大惊 正要请军师无用来商议如何解救 忽见段景柱和石勇带着白胜回来了 宋江见白胜浑身是伤 盲问他是怎样回来的 段景柱和石勇便把他们遇见白胜的情形 说了一遍 白胜休息片刻 向宋江叙述了 卢俊逸和他们这只人马 失散后的情形 并说 现在人马都陷在深谷 四围没有退路 又无粮草皆迹 特插他从山顶上滚下来 寻路报信 赶快派兵前去就应 宋江立即调拨军马 命二姐在前引路 向青石欲杀去 远远望见两棵大柏树 正式遇口 宋江传令要抢占遇口 辽军中赫重宝早已将军马摆开 赫差 赫云兄弟两个 抢先出战 豹子头临冲出马 奔向遇口 正撞着赫差 二人交手指两合 临冲一枪把赫差朔下马去 部军头领李逵 樊瑞 豹絮等一起向前 杀入辽兵队里 李逵双腹如飞 不管是人是马 赢着便砍 正好撞上辽江赫云 他抢上前去 义斧砍断马脚 赫云落马 李逵义斧将他劈死 辽兵渐渐支持不住 贺重宝见两个兄弟丧命 也无心恋战 冲杀一阵 带领人马退回幽州去了 宋江带人马赶到遇口 却见遇口已被辽兵重重叠 跌垒了许多大青石堵住 宋江立即指挥人马 一起上前搬开巨石 不消片刻 众人已将遇口扒开 人马朝水搬涌进青石域 此时辽兵都已退走 卢俊义见了宋江 深觉惭愧 上前向宋江请罪 宋江未免了一番 便叫卢俊义带员 搬人马回济州歇息 宋江随即和吴用等上马 并传令三军 回债暂歇 准备次日攻打幽州 再说贺重宝退回幽州 正在筹闷 呼听探马报 有两标人马向幽州杀来 贺重宝大惊 上城看时 原来打红旗的是 辽国驸马太真虚庆 打清旗的是 李金吾上将 贺重宝大喜 顿时心生一计 连忙派人前去抱之 两军主帅 暂时不要进城 都在山后埋伏 自己引兵出城 迎战宋军 宋江大队人马已进幽州 无用要大家 提防敌伏兵 宋江便将人马分三路 由关胜和忽炎 着各代一路 从山后小路搜索敌伏兵 他自己引大军 向幽州城进发 迎击敌军 行步多时 正迎着贺重宝的兵马 临冲出阵和贺重交战 斗不到武和 贺重宝回马便走 宋江挥兵追赶 只见贺重宝并不入城 只绕城而走 无用之有埋伏 忙叫休要追赶 无用话未说完 辽兵左右两只伏兵杀出 正好被关胜和忽炎卓迎住 加上原有的贺重宝和宋江的人马 共是三路对三路 相对厮杀 只杀得天昏地暗 难解难分 贺重宝杀了一阵 知道不能取胜 便且战且走 欲回幽州 不料被花容和秦明紧跟不舍 欲退回西门城边 又撞上双枪江董平 拦住战了一阵 刚转过南门 又撞见诸同接战 贺重宝不敢入城 往北边大路逃走 不料又遇见黄信越马五刀杀来 贺重宝心慌 措手不及 被黄信一刀砍在马头上 翻身落马 贺重宝急忙爬起 弃马而走 不想身后冲出杨雄 石秀 宋万等将领 一起抢上 一阵乱枪 将他戳死 贺重宝手下的兵四散溃逃 赶来救援的太真驸马 和李金吴上将见势头不妙 急引红旗军和青旗军 向山后撤退 宋将引大军进了幽州 一面派人去潭州向赵安府报捷 请他移住冀州 一面调各水军头领来幽州备用 却说辽国郎主听说幽州失线 贺重宝兄弟战死 心下惊恐 急忙与群臣共商对策 当下有都统军 乌炎光愿亲自领兵退敌 郎主准奏 将兵符赋予乌炎光 任他调遣军马 乌炎光到教场召集诸将 调遣军马 他长子乌炎寿说 愿同太真赋马及李金吾上将 赋幽州杀敌 乌炎光应允 立即调遣精兵二万 突起五千 随其前往 宋将 无用得知辽兵杀来 预计辽兵此来必有精兵猛将 便在城外十里的方山 一山傍水 摆了一座镇室 名叫九宫八卦镇 准备迎敌 乌炎寿领兵来到幽州城边 听说宋将摆成阵势 便自去中军 竖起云梯关阵 看霸不禁冷笑 乌炎寿立即传令 教太真驸马李金吾各领 一千人马在后侧应 他自引一千兵将闯入阵来 宋将传令雷鼓三通 门起两开 放乌炎寿进来 辽兵杀入了一半 后面的被弓箭守截住 都退回本镇去了 乌炎寿闯入镇内 便奔中军 只见中间白荡荡如银墙铁壁 将他围住 乌炎小将心中疑惑 镇中哪有成寨 便交四边打通旧路 杀出镇外 谁知满地像一座银海 不见路径 小将心慌 引兵杀奔南门 只见地上千团火快 万缕红霞 却不见兵马 他又奔东门 见满地树木山柴 都是路寨 无路可走 又转到北门 却见黑气遮天 伸手不见掌心 乌炎小将在镇内东奔西转 找不到出路 正在着急 忽然旁边撞出一员大将 大喝一声 如子小儿 往哪里走 忽炎卓在此 飞起钢鞭 迎头打来 乌炎寿盲 举己来迎 忽炎卓双边旗下 只听咔嚓一声 纳吉赶折坐两段 乌炎寿急待挣扎 却被忽炎卓一把提了过去 众辽兵心惊胆战 一起下马归降 李金吾和太真驸马 正在镇外等候侧应 却见宋营中押出一人 正是乌炎小将 宋江贺道 乌炎寿已被擒 你等还不早降 李金吾抢上去要救乌炎寿 被秦明拦住 厮杀起来 两边阵中 呐喊驻战 李金吾渐渐不知 心中慌乱 略意迟缓 被秦明当头一棒 打得脑将蹦流 太真驸马一剑 吾心恋战 引兵逃走 宋江催兵掩杀 辽兵大败奔走 宋军夺得战马三千余匹 齐帆见急 丢得满山遍地 宋江乘胜领兵马 向燕京进发 辽兵败残人马 逃回燕京报与 乌炎光统军 乌炎光听说儿子被秦 李金吾丧命 太真驸马不知去向 又惊又恼 大叫 我若不报此仇 士不回军 他立刻就要出兵 问左右谁敢做先锋 帐前转出二人 应声愿为前部先锋 这二人一个叫穷妖纳颜 一个叫寇振远 都是燕京肖将 悟炎光大喜 拨给他二人精兵一万 嘱咐他们小心在意 他自引大军 随后便道 这悟炎光统军此次出兵与历次不同 他一面奏请郎主 御驾亲征 一面点齐了部下十一要大将 二十八宿将军 绿大军二十万 倾国而起 浩浩荡荡 卷跌而来 此时前部先锋穷 扣二将的人马 已进宋营 早有探马报与宋江 宋江听说敌军势大 不敢怠慢 即派人挑取卢俊义所领人马 和水军将士 尽数来会合 不日各路人马都来到 赵安府也随同前来奸战 宋江向赵安府报告 辽国此次来势凶猛 看来最后胜败 在此一战 必须全力以赴 方能取胜 赵安府未免了一番 宋江与卢俊义率领全部人马 来到幽州所属永清陷境 扎下大营 宋江召集诸将 商议军情 呼报辽国使臣来下战书 宋江看过后批了来日决战四字 命使臣带回 次日 辽军先锋穷腰纳言出马挑战 宋营中九文龙使劲提刀出阵来营 二人战了二三十回合 使劲一刀砍去 砍了个空 吃了一惊 拨马便走 穷先锋纵马赶来 看看要赶上 小李广花荣剑使劲输了 便捏攻搭剑 搜的一声 一剑射中他面上 穷先锋落马 使劲听见 回马一刀 结果了穷腰纳言的性命 那边扣先锋一剑大怒 拍马杀来 宋营中并遇持孙力奔出街战 斗了二十余合 扣阵远勒马就走 又不肯回阵 绕阵东北而走 孙力捏弓取剑 去着辽江后新社去 扣阵远听见剑响 把身子一倒 顺手指一挫 将剑接在手中 随即取出自己的弓 搭上这支剑 转过身 向孙力前心窝射来 孙力早已偷眼看剑 连忙将身子往后一仰 那支剑从身上飞过去了 孙力心生一技 装作重剑 两腿夹住马鞍 身子仍躺在马上 向前跑去 扣阵远只当孙力中了剑 纵马上前来勤孙力 冷不防孙力挺起身来 大鹤一声 助手 俺来也 辽江大吃一惊 急忙举枪来刺 孙力一闪身 枪从斜窝里刺了过去 由于用力过猛 扣先锋身子 却扑进孙力怀中 孙力就手抽出胡眼钢鞭 朝辽江头上打下来 把他的头颅打得粉碎 宋营中 朱江看得清楚 趁势领兵掩杀 辽军没有主师 东奔西窜 各自逃生 这时 呼听远处响起连珠炮声 宋江便带领花容 秦明等上山观望 宋江见敌军漫天遍地 来势勇猛 便与无用等商议 无用说善用兵者延斥军威 即能以多胜少 宋江立即传令 来日将大寨移至昌平县界 勿要其翻严整 弓弩上弦 刀剑出鞘 身栽陆寨 做好一切准备 宋军仍摆九宫八卦阵 马军列在前面 秦明在前 忽炎卓在后 官胜居左 林冲居右 东南索超 东北徐宁 西南董平 西北洋志 宋江自首中军 后面卢俊义 鲁至深 武松压阵 不多时 辽兵源源而来 前头军队造旗造甲 卫首大将驱立出清 左军轻旗轻甲 由紫尔扶郎率领 右军白旗白甲 乌立可安率领 后军红旗红甲 洞仙文戎率领 辽军百列了一个方形阵势 阵前左边领兵大将是耶律得重 零五千金旗金甲兵 右边为首的是天寿公主达理所 零五千白旗白甲女兵 两队之间是一色的黄旗黄马 方阵中 狼主皇侄耶律得荣 德华 德中 德信四元大将把守在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四方 正面的主帅乃是统军雾颜光 中军奉免龙车 刀枪剑挤团团围绕 车上坐着辽国的郎主 左右两员大臣 左丞相优息所谨 右丞相太师楚奸 翻骑招展 刀枪林立 威风林林 杀气腾腾 宋江雨无用 朱五看了敌阵 宋江惊讶不已 朱五说这个阵叫天阵 变化莫测 不可轻取 正说话间 只见敌阵中 其门或开或闭 炮声隆隆 人马调动频繁 似有来攻之势 呼听一声炮响 敌阵中早有五路军马冲出 向宋迎杀来 宋军措手不及 望后即退 辽军己面加攻 宋兵且战且走 纷纷退归本寨 宋江减典将士 孔亮受了刀伤 李云受了剑伤 朱父被炮打伤 石勇受了枪伤 兵足伤亡甚大 宋江急传令 申栽陆寨 坚守寨门 并请安道全来 为受伤将士医治 宋江正在愁闷 卢俊一说 今日之败皆因不明敌情 来日这两路军马 去撞开他的正北旗门 却叫步兵从中间打进去 且看里面虚实如何 宋江应允 次日宋江传令 官胜 忽言卓绿马军撞退压寨辽兵 花荣 秦明 董平 杨志在左 林冲 徐宁 索超 朱同在右 去撞旗门 众人领命去了 不亦时 果然撞开了天镇正北的七座奇门 宋江疾令李逵随繁瑞 豹絮 相冲 李滚等牌守在前 后面武松 鲁志申 杨雄 石秀 解针 解宝带步兵猛杀进去 不料阵内四处炮响 辽兵一拥而上 宋军抵挡不住 大败退回 杜谦 宋万负了重伤 李逵杀得兴起 只顾往阵里砍杀 不料被辽兵的脑沟搭住 动叹不得 辽兵将他绳捆锁绑 活捉去了 众将士并力突围 回到本寨 宋江交人宋杜谦 宋万去后寨智商 心中挂念李逵 忧闷不已 无用献策说 前日被我生擒的物言小将 是物言光长子 和不与他走马换将 正说话间 辽军派人来 说是要将李逵换取物言兽 宋江和无用力及应允 约定明日五十三刻 在两军阵前交换 次日正午 两军排开阵势 三刻一到 两军炮响 敌军阵中 李逵飞马而来 这边也将物言寿送出 两军当日各自收兵 宋江等见了李逵 都与他贺喜 此时秋进东来 北方严寒 赵安府数次深奏朝廷 索取东一 一日 从东京来了一位专使 押解五十万套东一 来宋江营中交割 此人名叫王文斌 是京都八十万进军枪棒教头 宋江将王教头迎至寨内 把酒接风 王文斌听说宋江连日败阵 好生不悦 说朝廷派他来 催问战局 盼望早日取胜 如今屡败 何以回奏朝廷 并说要亲自上阵杀一场 挽回局势 宋江指得应允 次日王文斌全身披挂 出马阵前 便叫前军雷鼓诺战 辽军阵内闪出一员大将 正是驱立出清 越马举刀 来战王文斌 王文斌心想 今日不在这里险些本领 如何叫宋江手下人弃重 他抖擞精神 挺枪便说 二人战了二十余和 驱立出清波转马头 向本镇退走 王文斌大喜 持马飞枪 赶上前去 奋力向辽江赐去 谁知辽江是诈败 又他赶来 去着王文斌较劲 猛回伸手起一刀 只听啊呀一声 王文斌从肩膀以下 被砍成两半 死于马下 宋江见了 急叫收军 那辽兵大队趁胜掩杀过来 宋军又折了许多人马 慌慌忙忙 收拾回债 宋江急忙将王文斌 自愿上阵 不幸阵亡之事报 与赵安府知道 赵安府自去 据表奏朝廷 当下宋江与无用商议 暂挂免战牌 每日在帐中翻阅兵书 苦思破敌之策 一日朔风凛冽 天气严寒 宋江界无用 卢俊逸等亲到兵士营 中查看棉衣发放情形 来到一处 听见几个北方老军 正在谈论战局 话中对九庭不战有怨言 其中一老军说 现时天寒风大 和不用火攻破敌 无用心中移动 归仗后传来老军详细询问 老军说他曾听长辈传说 前汉大将军魏清 或去并曾在此地大破匈奴 因北方缔造封裂 兵家历来多用火攻 无用立即和宋江商议 采用火攻 当下传令 命陵阵监督军中工匠 赶制雷车24部 下装油柴 上安火炮 连更小夜 催促完成 宋江传来诸将 一一分派 董平 史晋等九人负责撞击缔造奇军 林冲 徐宁等八人主攻狄青奇军 秦明 雷恒等八人主攻狄白奇军 忽炎卓 杨志等主攻后路的红奇军 令护三娘 顾大嫂 孙二娘等专攻狄女队 右令官胜 花蓉等九人攻打中军右阵 鲁志深 武松等攻打中军左阵 卢俊逸 燕青等专攻中军主阵 并负责攻打金车奉年 升秦郎主 命李奎 向冲 离滚等负责护雷车 灵阵专管发炮 刚刚分派完毕 呼报梅宇见张青商欲来到 宋江大喜 急命他随卢俊逸攻打中军 诸将领令 下去做好准备 只待天晚 便发令出击 出更十分 宋营中连珠炮响 全军出动 忽炎卓打开阵门 杀入后军 临冲 秦明引军杀入左右军 李奎 向冲 离滚等押送一串雷车入阵 灵阵指挥发起炮来 一时火焰冲天 硝烟弥漫 鲁志申 武松攻入中军左阵 正欲耶律得中 还未交锋 被武松一借刀 砍伤马头 耶律得中道撞下来 被鲁志申上前挤缠杖 打死在地 护三娘带领女将杀入辽国天兽公主阵中 天兽公主迎战 二人斗了几何 护三娘撤下双刀 把天兽公主当兄揪住 那边故大嫂和孙二娘刚把那些女兵收拾了 便一起上前帮助护三娘将天兽公主活捉了 官圣引兵直奔敌阵中军 正欲雾炎光 二人大战一场 其余颂将猛攻雾炎光手下重将 雾炎光无心恋战 拨马向北逃走 官圣飞马紧追 花蓉在旁瞅剑 一剑向雾炎光后心射去 争得一声 火光尽散 射在了护心镜上 正好张清迎面走来 首发十子 打得雾炎光抬不起头来 官圣赶上去 一刀将他砍落马下 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 寻找狼主 没有寻着 却遇见耶律德信和耶律德忠 卢俊义和他二人厮杀起来 张清赶到 连发两颗石子 翻将双双落马 二人赶上去一枪一个 结果了他俩的性命 卢俊义和张清再去寻找狼主奉年 又遇上耶律德荣 耶律德华二将 张清先用石子打倒了耶律德荣 上去一枪将他刺死 耶律德华正要逃走 冷步防备 卢俊义从身后说了一枪 刺中战马 翻落下来 被活捉了 李逵等部军头领见雷车上大火烧得差不多了 又在敌阵内四处放火 只见烈焰纷飞 烟雾弥漫 宋军奋勇杀敌 直杀到四更十分 辽兵四散逃命 哭爹叫娘 一座混天阵被杀得七零八落 黎明十分 宋将明金收兵 回到大寨 船令献扶 女将们压着天寿公主 林冲姐来驱立出清 卢俊义叫人压上耶律德华 朱江献上的首级 不计其数 却说辽国狼主在护驾大臣和朱江保护下 弃了金车奉拈 夺得几匹战马 急急往北逃走 退回燕京城内 船指尖闭四门 守护城池 宋将得知郎主已回燕京 船令军马拔寨起城 追至燕京城下 竖起云梯炮时 将城团团围住 准备攻城 并请赵安府随迎歼战 次日 燕京城上竖起白旗 辽主派使臣来宋营请降 说今后绝不侵犯宋静 宋将引使臣去见赵安府 赵安府要他们正式派大臣去东京朝见宋天子 天子许可了 方敢退兵霸占 辽史回报 郎主及赵仲大臣商议 右丞相楚奸认为 去东京议和 此事求之不得 宋朝贪官掌权 只要多代金箔 便行贿赂 朝廷必然降低条件 大辽不治王国 郎主大喜 急派楚奸为义将大臣 带了车马随从 来到宋营 宋将先对他训斥了一番 然后派柴晋和肖让 带了他和赵安府签署的表文 领着辽史 往东京而去 一行人到了东京 柴晋和肖让先去 书密院交纳公文 纳楚奸却暗中派 在深通大宋国情的随从 携了金银珠宝 去蔡京 同贯 高求 杨检等奸臣府中送贿赂 托人情 这日早朝 太师蔡京起奏 辽国战败 前使来求祥 拾出诚意 望圣上恩准 同贯也奏到 辽国既归祥 可存其国 也可从此罢兵 召回宋江 免其进驻辽京 成义方之主 徽宗准奏 令辽史上殿面奏 当下辽史 楚奸等来到金殿下 朝拜 必 奉上辽国求将表彰 又命随从献上 其真一宝 金银玉器 徽宗立即传旨 重赏辽史 并命光禄四次验款贷 楚奸等谢恩以弊 又到四个奸臣府中 一一败泻 数日后 欢欢喜喜回国去了 徽宗传旨 派太尉 宿远景带允将 赵书前去辽国宣读 令下旨给赵安府 令送先锋收兵 班师回京 将俘获辽国将士 进行释放回国 夺回的城池 仍归辽国管领 府库财务 仍交辽国接管 宋江和赵安府得知 宿太尉前来的消息 便带领重将 出债五十里福到迎接 当晚宋江设言招待宿太尉 宿太尉说 此次受降 蔡京 高求等都受了辽国贿赂 在皇上面前力保此事 因而皇上准其投降 召回军马 宋江听了 叹道 非是宋某愿望朝廷 我等功勋至此 又成虚度 宿太尉宋江修要忧愁 他回去后 一定在皇上面前保奏 重用宋江等好汉 赵安府也说 放着下官为政 怎肯叫须费了将军的大功 宋江听了 再三拜谢 次日宿太尉要去辽国 京城宣读授祥诏诏书 宋江派官胜 秦明 林冲 花蓉等十元上将 率马步军三千 保护肃太尉前去 宋江传令各营准备班师 派人告知祝坛 继 霸 幽四周的军马 带大军过境时归队回国 又令江天寿公主等战俘释放回国 各城府库交辽国接管 众江听了 纷纷议论 宋江又派人至燕京 请辽国左右二丞相来至军中 宋江先向他们训话 然后以礼相待 好言戒御 二丞相扶罪败泄而去 宋江命肖让做一篇长文 祭述此次征辽之事 又命金大监捐石成碑 立于永清县东十五里茅山之下 永至此次征辽经过 宋江传令班师 护三娘等女将先行 步兵居中 马兵在后 水军头领领战船从水路先回 在东京会骑 只见浩浩荡荡 惊奇毕日 尘埃遮天 好一派雄壮凯旋的气象 好一派雄壮凯旋的气象 好一派雄壮凯旋的气象